演唱會 音樂 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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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收到的訊息是 每家要做25週年的影片 主題是 要做Fashion的回復 從90年代到 20年代 想要用舞蹈的方式來看起來 所以我就找很多不同年代 他們跳的東西 例如說現在流行的Swing 它可能發生在40年代 然後50年代會有一些比較Rock and Roll的東西 其實不只是舞蹈 就是我們把一些 當時的一些文化性的東西在家裡面 例如說像Soul Train 它是一個那時候的黑人的一個節目 他們會在上面跳一些舞蹈當作比賽 然後第一名可能會 像以前的無登獎這樣 把它串起來之後 讓我們真實的背景 我就想到說 其實它回應到台灣的美加25週年 那我們就講說做一個雜誌的過程好了 所以我們在真實的場景裡面拍 例如說美加辦公室 或是拍雜誌的時候會在攝影棚 或者是最後到印刷場 把這個流程建立在它的背景的環境裡面 然後最後到2000年是一個Social Media年代 所以我們設定裡面的女生 一看了這個影片 然後表現自我 像攝影啊 我們美術 他們在針對這個年代的東西做一點點點綴 譬如說我們在六年代做一個很可愛的地板 然後它在跳Treece之後 我們就可以戴到腿 然後戴到那個沒有實感的地板 它就會進到那個氛圍裡面 或者說我們在那個辦公室的殘廊裡面 我們上面做了很多那個Bisco Ball那種旋轉球 然後在那邊跳Social Line 那它整個辦公室的氛圍就變成了 變成了那個時候的場景的樣子 很像在爬地一樣的那種感覺 那譬如說我們在20年代的時候 我們會放一點煙 那用這種方式來呈現那個時候的那個光影的感覺 這樣子 其實我們在做之前 其實有些人看過的 然後我們現場覺得 那個時代它都會很大 所以它 然後 那個藍術的造型 它其實還沒有造型上 所以 我們先從20年代之前到27年 然後我們在每個年代 裡面成績 然後Minepress 它有一個影響 就是你的表情狀態 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大家在研究之間的過程 我發現蠻多的各個都在一起 還好 沒有 穿在一起 畫畫面的那種色 我們中間其實都會有很多狀況 對 一開始 就大概看一下大家的影響 大家除了自己的個性之外 會發現自己好像 比較能補到以前很難的一段 要補給自己 我們因為在這個場地限制 它就會依照這個場地來做它的發揮 例如說我們在40年的時候跳Slim 其實通常不會在一個那麼窄的地方 但是我們就讓舞者站在位置上面 跳下來 然後再跟女舞者一起做Social的部分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會 讓這個空間跟舞者 發生關係 這樣子 覺得很有趣 希望預算可以多兩秒 了 到晚了 去週末 裡頭 是 快你在哪兒 是 有 有